明航官方网站上 最上面的一条写道 中国明航已经安全运行4227天 安全飞行超过1亿小时 但在2022年3月21号这一天 这个数字被打破 以前我在航空软件上 查航班的起落飞行时间 查直击柜台在哪 登机口在几号 要坐百度车 还是直接靠廊桥 延误状态隔三差五就会显示一次 赶上天气不好 也会收到航班取消的提醒 在偶尔的情况下 会遇上一位清车熟路的机长 然后带着全部乘客 提前到达 我们抱怨过航班延误 耽误了安排好的行程 吐槽过航班取消后 滞留机场的冲破 我们更不止一次地 嫌弃过飞机餐不好吃 等行李的时间漫长 我们说过长途飞行真的很疲惫 很累 却没有任何一次感慨过 每一次平安降落 都是莫大的运气 网上发出MU5735航班信息的时候 黑底白字写着 试试两个字 冷静 又沉痛 两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其实并不长 一部电影的时间 一个无焦的功夫 看着窗外的白云之上 耳机里放着熟悉的音乐 孔姐会问你 苹果汁 还是橙汁 你刚刚收起小桌板 用不了多久 就要打开周光板 调整座椅靠背 然后准备降落 我不知道这架飞机上的乘客 电影看到了哪里 呼叫有没有睡醒 手机里拍没拍到 几千米高空中的风景 他们是去出差 还是要旅行 是踏上新的行程 还是返回家乡 这架飞机上 有人可能在计划着 晚上要吃什么 去哪里 有人整理着工作文件 准备着开会的信息 有人叮嘱家人说 不用来接机 我打个车就回去了 有人想着取上行李 就冲向爱人的怀抱 有人只是拉着箱子 执行一次工作 希望不要被投诉 希望不要遇上检查 而有人 这是他第一次 坐飞机 他们是爸爸妈妈 是儿子女儿 是心上人 是老友 也是同事 是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 也是揪着所有人情绪的 中国人 以前我总觉得 落地报平安这样的话 多少显得有点多余 但当意外发生之后 我才突然明白 有多少人 只是想确认 自己爱的人 一切安好 以前总觉得 到家说一声 会不会只是一句客套 但又有多少人 上了车 就真的没有再下来 以前觉得未来太远 时光太长 意外与我无关 死亡要不可及 但又有多少人 没有感受过漫长的时光 到不了他们向往的未来 512汶川地震 一共造成了 69,227人死亡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我国累计死亡人数是 11,610人 去年河南特大暴雨 有302人因此丢掉生命 在我国 每六分钟 就有一个人 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 每分钟 都有人因为交通事故受伤 或者残疾 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 是一条生命 是千万个家庭 是无数声叹息 截至今天 疫情仍在延续 距离我们 8900公里以外的国家 战火纷飞 多少人流离失所 多少人没了性命 我们的这一生 如果能平平安安地 直到老去 躲过天灾 人祸 不会遇到战争 不得严重的疾病 不和之亲分离 该是多么幸运的概率 又该怎样地珍惜 和感激 别再说来得及 也别再说等得及 疫情爆发之后 我们的生活 一直都在被改变着 很多计划被搁置 很多因缘 都成了叹息 我们相聚 欢笑 约定 一起吃饭 去看一场日出 说一句想说的话 爱一个想爱的人 这一切都要趁早 事实无常 人生没有确定 人民日报说 我们总是为了太多 遥不可及的东西 去奔命 却忘了人生 真正的幸福 不过就是 等火阑珊的温暖 和柴米油烟的充实 这一年里 无论你赚钱是多是少 经历的事情是好是坏 都要记住 如果你和家人 都很健康平安 那就是最好的一年 最后 愿你我即使素未谋面 远个千里 也能在各自的生活里 平安 如常 都要是坏的一年 在哪里 都要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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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不可以的 都要不可以的